成一故事 一箭双雕 长孙宋 这几圣 南北潮州舌洛洋人 他很聪明 又有军事学术和本领 特别擅长射箭 北州的皇帝决定 把一位公主嫁给突厥国王社徒 为了安全起见 派长孙宋率领社兵 护送公主前往突厥 历经了千辛万苦 终于到了突厥 突厥国王社徒大白酒宴 宴庭长孙宋 酒过三巡 按照突厥的习惯 要比武助心 突厥国王命人拿来一张义弓 要掌孙宋 射百步之外的铜钱 护车听得 车听得 咯咯咯一声 英公被拉成万月 一只力箭 收的一声 射进了桶前的小方孔 好 大家齐声喝彩 从此 社徒队长孙宋非常敬重 留他在突厥住了一年 并经常让他陪着自己一块去打猎 有一天 他两种在打猎 射徒猛抬起头 看见天空中有两只大雕 在争夺一块肉 他盲地给长孙宋 两只箭说 你能把这两只大雕射下来吗 一只箭就够了 长孙宋边缩边接过箭 车马扯起 他搭上箭 拉开光 对准两只难分难解的大雕 收的一声 两只大雕 便穿在一起掉落下来了 观看的人不由地发出了一片喝彩声 故事结束了 一箭双雕 原则是箭技术高超 一箭是中两只雕 后比喻做一件事情 能达到两个目的 或同时能得到两种好处 打电话 感谢观看